大家好 歡迎收看《時事生活你我他》 加拿大政府昨天公佈了 他們考慮會接收香港18歲到35歲以內的香港人 這個政策剛剛好就可以彌補英國政府最近的BNO優惠政策 因為它的主要對象就是350萬在1997年以前出生的香港人 現在這個加拿大政策剛剛好可以彌補了在1997年之後出生的香港朋友 尤其是最近這一班很年輕的朋友 他們怕他們將來將來會去哪裏 現在加拿大政府有計劃考慮會接收這些人 我相信遲些就會進一步落實的細節 我個人來移民加拿大幾十年了 我覺得加拿大是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當然英國也很好 我上一集也有說過 但始終我去英國已經是行風年代的事情 我只去過兩次 每次才不夠一個星期 所以我就沒有資格說到英國的實際生活是怎樣 但加拿大我就可以以老賣老了 因為我也是一個老華僑 很多香港人就說他想移民加拿大 但他又不是那些律師 又不是那些劃職師 又不是建築師 又不是醫生師 又不是藥劑師 又不是金融界精英 來到這裏怎麼辦呢 難道坐在這裏嗎 其實我跟大家說 加拿大是一個非常好的社會 各行各業都需要很多人 首先我們香港來的朋友 一定要放下你自己的心態 記住 行行出狀元的 在外國工作其實真是無所謂的 沒有什麼分話 真是高低的 自己心態一定要改一改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加拿大的什麼工 可以比較適合一邊普通的朋友 和什麼都不認識 沒什麼特別技能的朋友 好嗎 如果你喜歡學剪頭髮的話 在加拿大你就可以去學剪頭髮 普通一個非法的藝術師 最低薪薪是兩萬一千多起身 如果等你將來就變成有經驗 等於叫做老師傅 那你的薪薪就大約可以去到四萬五到五萬一年 當然啦 你要記住喔 如果你萬一可以去到比較高級 名貴一些的法郎 那你的工資不只一樣的 因為為什麼呢 人的消費是給了很多很多 尤其是愛國人 是不是 那如果你喜歡的話 那你來到加拿大之後 就可以找一些學校 即是專科學校 那你是正式批准 即可以發到一個正式的 認可的文憑的學校 那你就去學做髮型師 那大約呢 就是有些兩年左右的 course 那你就可以出來 幫人家做髮型師的啦 那都幾好啊 你可以去那些髮型店那裡 租人一張椅子 在那裡做工 或者有些呢 就是去髮型店請你的 那如果可以的話 你自己可以開一間髮型店 都可以的 那因為那些費用不是很多 那當然啦 如果你沒有資金的話 那你就自己做個髮型師 都是一種的考慮來的 那另外呢 那加拿大又很缺乏什麼呢 就是送貨的貨車司機 譬如commercial Delivery 即我不說那些貨櫃師傅 貨櫃車師傅就更加賺得多 但是那些不是人人可以做的 是很辛苦的 要穿州過站 又要去美國 又要去全加拿大走運呢 都不是我們普通一般香港人 或者會接受得到的 但是那些人工很多 但普通一個 就是那些做普通貨運的司機呢 那年薪呢 那年薪呢 就是大約四萬多元 加幣 那你來到加拿大 你一定要學開車的啦 難道學我什麼 不懂得開車 是不是 不過好像我不懂得開車 都住在這裡 過了幾十年 是不是 一樣是可以過到 是不是 但通常一般年輕的朋友 或者就算你是 壯年的朋友 四十幾五十歲的 你這樣可以做這個 commercial Delivery 有些人不明白什麼叫做 commercial Delivery 好像那些 carry 那些就是了 或者一些 百貨公司送貨的 或者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 要請很多送貨的司機 那你都可以考慮這些 那 來到加拿大 又考過牌照 三個月就考到出來 如果你快手快腳 厲害的話 幾個禮拜就搞定的了 那你便立刻可以做這行 那公司三十萬幾 那 那 有些朋友說 我不喜歡開車 我又不喜歡非法師 其實呢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你可以做個隨司的 當然啦 如果你做到 考了高級文憑的大取的話 那你的收入就非常非常之多了 超過十萬元加幣 但我現在說的是很普通的隨司 那你譬如來到加拿大之後 那你去這些學院呢 加拿大有一兩間 很出名的大專學院 它有教人做中西式 或者世界不同的菜式的 連香港的整套酒樓的菜式也有教你 或者是港式點心店的食物也有教你 港式麵包的技術也有教你的 那你可以去學 那整個課程呢 大約兩年就學完 之後呢 好多好多公司 麵包店 餐廳就會聘請你的 那些人工大約是四萬元 鬆一點一年 是加幣 所有的人工都是加幣的 那如果你自己說 我真的很喜歡做攀任 我要研究多些 可以拿一些更高級的牌 那你就可以拿一些更高級的叫大鎚 那些人工就很厲害 過十萬元一年了 那有些人又說 我不喜歡拿鎚熱到死 我又不喜歡飛頭髮 被頭髮碎到我鼻子裡 我不喜歡 那你可以做會計師 來到加拿大之後 你可以去學一科會計的科目 那又是好像我說 一定要找政府認可的 真的可以拿到牌照的 會計師的牌照 那你去讀兩三年 那你就可以做一個會計師的了 那會計師呢 大約的人工呢 一年就是四萬幾到五萬 那當然呢 就看看你的人際關係 你會不會認識人多 還有呢 有沒有多些客人 要你做其他 關於投資 或者很多的事情 會計師都可以幫你做到的 那你的人工就更加 不會只有四萬多 分分鐘超過 七萬八萬到十萬的 就看你自己的關係 和你的名氣 那你讀完會計師之後 你可以去一些會計師行裡做 那或者你可以去一些 華人開的會計師 和做一些初級會計員 或者你可以自己租一間寫字樓仔 很便宜而已 有些樓上的寫字樓 你不需要太過在市中心的那些 你就在靠近 譬如你做華人區的 靠近華人區的地方 租一間三四百尺的office 在樓上 那些很便宜的 有些幾百元一千元一個月租金 那你就自己可以做一個會計師 做老闆 有些人說 我又不懂數學 我又不喜歡 整天都賣頭 坐在那個寫字樓仔那裏 就做會計師 突然都想不到頭暈打花 那這樣呢 你可以做一個Electrician 即是做電器的技工 你猜不到在加拿大做電器技工 年收入是七萬元加幣來的 那你只要去一間 即是政府認可的文憑的學院 你學兩年時間 那你就可以做到一個電器技工師了 那我現在說的東西不是騙你的 因為我認識很多朋友 他們個個都有走過 我現在剛才說的所有的不同行業 不是憑空說出來的 是有根有據的 那你就可以收入七萬元的人工了 那七萬元就是等於三十幾萬到四十萬港幣一年 這些是未計扣除稅務的 都不差的 我覺得非常之好 那你又想不到 如果你會斬叉燒燒肉 小鴨燒雞的你不要笑 如果你不怕油膩膩 熱得不得了 你會做燒烤又會找 會做這個斬老美的師傅的兒子的話 人工差不多是四萬元一年 那你就可以考慮一下 那如果有些朋友說 我這些事上的東西我都不想做 我又不想來學一兩年的東西 那麼麻煩 我都三十幾四十幾歲人 那林老學吹打嗎 有些什麼是比較容易做的 那我想一下服務性行業 譬如你可以去一些本地的Franchise 譬如買咖啡的連鎖店 買相簿包的連鎖店 很多不同類型的連鎖店 你去做一個他們的服務員 那些人工大約是兩萬多元一年的 那他們的福利都是挺好的 因為所有的加拿大公司 一定要根據加拿大的福利規定 那你又有免費的醫療 又有退休金 又有很多其他的有薪假期 這樣痴如此類的 不過就比較辛苦一些 因為那些事要不停地做 要去服務人 但是如果你說 我就喜歡動動 我就不想去讀書 又不想去做這麼麻煩的事 我覺得這件事都挺方便的 那當然很多朋友說 你為什麼會介紹這些普通的工 給別人做 那我現在告訴大家 我這個視頻 就是給說很多人說 他什麼都不認識 沒有任何技術的朋友 或者香港的市民 就是給一些提議你們 天無絕人之佬 何行出帳元 那當然了 如果你是帶了一億萬身家 千萬身家 百幾萬身家 幾百萬身家 百幾萬身家 未必可以 幾百萬身家的話 來到加拿大你就可以很享受的了 可以住大屋 請很多工人 司機什麼都可以的 加拿大非常之好 有空可以到美國去郵貨 去歐洲都可以的 那我現在說的是 一般我們香港的普羅大眾市民 不是什麼專業人士 那大家你自己想想 是不是加拿大 是不是很不錯呢 那另外呢 雖然加拿大最近這十年 樓價非常之貴 已經升了很多了 但是照樣呢 比香港也是便宜的 那還有呢 你不要小看以上的工 那你做了一兩年之後呢 你儲購首期 十個十五二十個percent之後呢 那你就可以分期付款 去供一間 condo仔 或者一間 townhouse 或者一間小的屋 那當然啦 銀行是要根據你的收入 然後呢 決定你可以買多少錢以內的屋 或者condo 如果你的收入不是太多的話 那你就唯有 就要去買一些 比較離開多倫多市中心 隔離的小城市仔 那些樓價就比多倫多便宜了 都便宜很多下的 但現在價錢都升了 但始終就比多倫多便宜很多 那如果你是一個 那如果你是一個 處理你的生活的開支 不會亂花費的呢 那相信你過三四年 你一定儲到首期 一定可以自己做一個業主的 那我覺得加拿大 對於普通的香港市民呢 是非常之好的 所以呢 我都很鼓勵大家來加拿大 尤其是如果你說 想一進來 立即可以適應到這個社會 加拿大非常之好 可以去多倫多 如果你喜歡的話 你去斯加坡 馬哈姆 雲林福爾 Richmond Hill 那些全部香港人 和大陸人 包你一點都不會覺得陌生感 你一來到呢 相信你很快就可以投入了 那如果你是喜歡 所以每天喝茶的人 以上那幾個城市 即是區 有很多廣東酒樓餐廳 你可以每天喝茶都可以 又有很多的中國菜給你吃 那聽說那些人說 就是在斯加坡 和Richmond Hill Highway 7 即是普通加起來 就有超過700多間 華人開的不同組類的 餐室、餐廳、酒樓、食食 或者小小的 Food Court裏面的小食物店 那你就可以自己想像一下 其實都不是很難投入的 那這裡又有中文電視 又有很多中文電台 那包你呢 就不會覺得很難適應 入加拿大 那當然啦 如果你是年輕的人 那我好鼓勵你 就不要只一來到 就想起自己華人區 那你應該去投入這個主流社會 那你就可以找到更加好的工 和更加適應 那你就在全加拿大這個地方 你都可以生活下去了 會很開心的 那一個普通的香港人呢 如果你沒有什麼專業的技術 如果你肯做 和放下你自己的心態呢 那你在加拿大呢 我可以說你一定可以安居樂業 也不會說呢 窮到沒有飯吃到要睡街 或者是要吃飯的 是不會的 這裡的福利非常之好 那這樣呢 如果你將來老了之後 你不想和家人子女住了 就好像香港人說 所以你不想和家人子女住了 那你不想和家人住 那你都可以申請政府的福利屋 那你可以自己如果單人的話呢 你就可以申請一間是那些單人房啦 那如果你是兩個人的 你可以申請雙人房啦 那你通常呢 就看你在哪個城市 大城市就等10年到15年時間 但是小的城市等的時間就比較少些 就等你自己決定了 我都很希望香港喜歡熱愛自由的朋友 快點如果將來加拿大政府一公佈出來 或者英國政府一公佈出來 你記住把握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說實話 我跟你說 如果不是一次這麼好的機會 你們很多人根本不可能移民到加拿大和英國 是很難很難很難 我當初都是要扮投資移民來的 很難很難的 所以你一定要珍惜這個機會 你拿過之後你才決定來不來都行 但是好像我所說 來到加拿大 對一般普羅大眾的市民 大夫大歸就不可能了 但是生活平穩 安定 舒適 健康 還可以安到晚年 這裡體病是不用錢的 不知道為什麼 或者來到加拿大變成家產 或者年紀大了 我近來慢慢都覺得 一個人平膽就是安安定定 這是一種福分來的 希望大家早日來到加拿大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你可以的話 記得訂閱我這個節目 我訂閱是不用錢的 分享給你的朋友 尤其是關於移民的東西 你分享給別人看也好 另外給個讚 留言 我們大家可以做一個網上的朋友 多謝 下次見 拜拜